等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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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炮彈發射 再來的話呢 要來 畫面的這一側 這裡 往旁邊走 啊 對 沒錯 有 我們再來這樣的話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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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是吧 這邊也要那個喔 這邊也要那個喔 喔NO 喔唷唷唷 躲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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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 由於他一定要7個字嘛 所以我們只能拼到T而已 T的話是8 然後這個時候呢 按一下呼叫 來看一下有沒有用 欸 有欸有欸 喂 呃 OH MY LAST EPISO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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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你們好 我DK 今天我為你帶來的是 FNAF IN TO THE PEAT AKA FNAF 陷入求恥 那麼今天的話呢 也是這個系列的 LAST EPISODE YAH 沒錯 哎呀 真的是超級傷心的 你知道嗎 一個這麼有趣的系列就這樣子結束了 然後為什麼這個系列就不能再稍微長個可能一個小時的流程左右 哎呀 好啦各位 那在我們開始之前呢 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的話呢 就是 那麼由於今天是最後一集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那也不妨可以幫今天這部影片點個喜歡 再來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們來幫各位複習一下上一集發生什麼事情 那麼上一集的話呢 簡單來講就是我們又救了兩個小孩 然後救完兩個小孩之後呢 我們還解開了一個非常奇怪的隱藏小遊戲 再來好像在解救老爸之前就降美了吧 反正我們最後的話呢 就是找到老爸 然後把老爸救了出來 但是最後發生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那麼至於是什麼奇怪的事情呢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上一集的話 真的是強烈推薦你先把上一集看完 再來看今天這一集的影片 原因是因為上一集有一些東西在這一集也是會有稍微連貫的 所以真的 強烈推薦你去把上一集看完 好的各位 那麼我們今天的話呢 要來帶各位看的是 遊戲裡面的二星跟三星結局的部分 那我們再來的話呢 就不要廢話 回到我們的第五頁吧 OK 這個應該是我們最後一次聽到這個非常詭異的家宰聲音了吧 好啦 那它這裡的話是我們找到那個派對的那個什麼鑰匙卡之後嗎 啊 對對對對 沒錯沒錯沒錯 好的各位 那我們首先的話呢 要來帶各位看的是 遊戲的那一個二星結局的部分 那麼這個二星結局的話呢 要怎麼解鎖呢 它的解鎖條件就是 我們要收集到老爸的五個東西 再加上一張額外照片 那老爸的五個東西呢 我們目前的話是已經收集了四個嘛 第一個的話就是這個老爸的錢包 然後二的話我記得沒錯是歐蘇德的照片 三是這個家庭度假照片 然後四的話我記得沒錯 我們是還沒有收集到的 五的話是爸爸的結婚戒指 那麼我記得沒錯 四那個東西好像是在這一頁的某一個地方啦 好啦 那我們再來的話呢 就來帶各位看一下吧 欸對對對對對 有一個東西呢 我們要先帶各位看一下 有一個還蠻重要的彩蛋 呃 應該也不算重要 就是蠻有意思的彩蛋 那麼這個彩蛋的話呢 我們要使用這個電話來觸發 那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要使用這個電話號碼來拼出 Spring Chip 但是由於它是電話號碼的關係 我們只能拼出七個字 那麼這個時候你可能會想說 欸DK 它這個電話號碼上面只有數字而已 要怎麼拼出Spring Chip啊 我是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啊 就是那種比較舊的手機呢 它的打字方式就是我們要選擇 一個數字鍵 然後點它好幾次 點到我們想要的那個英文 所以Spring Chip的S呢 就是數字的7 然後SP的話 P也是7 R的話也是7 I的話是4 N的話是6 ing G的話是4 由於它一定要七個字嘛 所以我們只能拼到T而已 T的話是8 然後這個時候呢 按一下呼叫 來看一下有沒有用 欸 有欸有欸 喂 呃 Oh my 是怎樣是怎樣 這該不會就是Spring Chip的手機吧 我們打過去的時候它是不是剛好在處理掉別人之類的 Oh man 好啦 我們再來的話 先來找一下老爸的第4個物品吧 我記得沒錯好像是在保安辦公室的隔壁那邊 我記得 好 我們先 先上來 先上來 然後先來 這一間 啊 啊 兩個都在喔 好 我們再來先上去上面 它應該不在 那一邊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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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它走了嗎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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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沒錯那個東西就在這個桌上 我記得 啊 對對對對 沒錯沒錯 嘿 爸爸的公牌在這個地方 好 我們先躲起來 有 找到所有爸爸的東西了 OKOKOK 我們再來先來看一下這個爸爸的名牌 當爸爸告訴我他在工廠丟了工作時 他看起來很難過 他一直說對不起 我不明白 我從未覺得這個是他的錯 爸爸一直都很努力工作 齁 我很慶幸他是我的爸爸 還是說我們先製造一個噪音 把它引過去好了 我覺得 欸不對不對 這也是門口 好像門口也可以啦 門口 好 我們先我們先 OKOKOK Let's go let's go 這樣的話他應該就會過去那一側 然後我們就可以 呃 我們就可以那個 我們就可以離開了 我們就可以來拯救那一個 拯救那一個派對房裡面的小女孩 有有有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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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在哪裡 有 好 好 謝天謝地 OK進來了 謝謝你 我以為我完了 這個我們上次的話都看過了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有沒有什麼 其他的對話之類的 呃 跟上一次好像差不多嘛 OK 祝你好運 那麽再來地上的話就一定要出一張之前沒有的照片 就是這個 這什麽 一張照片嗎 看起來魔損得很厲害 OKOK 呼啊勒 兩個人 我 我可以看嗎 欸 不行 兩個人該不會是指 遊戲裏面的William跟Henry喔 好啦 那我們再來的話 一樣要跑之前那個流程去拯救老爸 反正我目前的話呢 好像做什麽事情他都不會看到 所以 我們可以放心的給他走過去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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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講完了好不好 剛講完了 欸欸欸欸欸 是怎樣是怎樣 好 我們走我們走我們走 欸欸欸欸欸 中泥旋 快走走吧 快走走吧 快快快快 喔 這裡跟之前不太一樣 之前沒有那個掉照片的橋段 那個照片好像是 剛才那個奇怪照片嘛 奇怪照片 欸欸欸 FF Oh my God 之前沒有這段 喔喔喔喔喔 所以他把自己纏住了然後不知道這個怎麼解鎖 就 整個想要使用蠻力 看起來真的超恐怖的欸 啊 死了 就這樣 吼 嚇死人了 爸爸爸爸 怡劍 他應該沒事吧 不 不要走 求你別死 老爸還活著 OK 什麽 那東西到底是什麽 發生什麽事情 OZWOOD 所以 我躲在球裡面對你二作劇 這是我不應該做的 你來找我去滑倒了 你摔倒的時候 頭一定撞得很重 對不起爸爸 我並不是故意讓事情變得如此失控呢 我接受你的道歉 OZWOOD 但你是對的 你不應該這麽做 我們離開吧 好結局 終於是好結局了 你我都傷得挺重的 OZWOOD 發生什麽事情 你 你什麽都不記得了嗎 呃 看我腦袋上面的那個巨大總塊 不 喔 我 我因為你又晚來接我而生氣 所以我決定躲起來 讓你和我一樣感同身受 你踩到的球 然後暈倒了 對不起爸爸 OZWOOD 我才應該道歉 最近對你來說一點也不公平 我和媽媽應該讓你開心了 自從工廠倒閉之後 我肯定沒有履行我的諾言 所以 我想我和媽媽是時候和你談一談 搬到更好的地方了 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應該搬走 奶奶也是 我相信那裡有更適合她的那個 工業級泡泡子 真的嗎 真的 現在我幫你包扎一下 爸爸 喔 真的是一個很溫馨的結局 順便做一句 呃 我 我可能被學校停學了 啊 什麼 呵呵 誒 傑夫 解開了一個成就叫傑夫 古文浩 What the hell 所以我感覺那個傑夫問號 可能會在三星結局會看到吧 我猜 誒 有耶有耶有傑夫耶 嗯 那孩子最好沒受傷 你確定嗎 地上那個血跡 喔 NO 我畫面上看到一個非常 哦 啊 完了傑夫 傑夫是不是這樣就被抓走了 只是問題是在這個之後那個東西會跑到陣上來作亂還怎樣嗎 這個應該就不是我們的問題了吧這個 2星結局之後有沒有解開什麼 欸有有有一個額外內容 但這個額外內容的話我們等待會玩完3星結局之後再來帶各位看一下吧 我們再一樣先繼續遊戲 第5頁 欸?是從這裡開始? 等一下喔等一下喔等一下喔 我們再來這樣子回得去嗎 因為這個三星結局的話有個東西我們需要先回去猜辦法 把它搞定 喔~~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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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我們先回到球池那邊 呃等一下我按錯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先回來先回來先回來 啊?我不會丟下爸爸自己回去 那我這樣子是不是等下重新讀取之前的紀錄阿 完了完了完了 這樣超麻煩的這樣子 2000年 好的各位 好險我昨天在玩玩第三頁的時候呢 是有幫遊戲的紀錄做一個備份 所以我們現在的話呢 只需要從第四頁這個地方開始就OK了 那麼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來解開這個遊戲裡面的三星結局 這個三星結局的那個前置條件呢 真的超級多的 我們首先的話呢 需要把那個什麼 餐廳裡面的那個機台全部給他修好 那麼再來就是那個 全部的小遊戲都給他玩過一遍 我是不知道要不要全部的音樂都要解鎖阿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三個隱藏的小遊戲 那麼其中一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昨天看到的那個 收集氣球小遊戲 那除了那個之外呢 遊戲裡面還隱藏了兩個 然後最後一個條件的話呢 就是我們要把爸爸的物品給他全部收集完 目前這個紀錄的話呢 我們是收集到了三個嘛 還差那個 爸爸的那個員工證跟那個戒指 戒指是第四頁的東西 所以我們再來的話就 先來看一下吧 好的 那我們首先來做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把這個機台給他全部修好 目前還差一個機台就是在 這一個嘛 就是這個 這個機台要修的東西呢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看到 只是我一直沒有拿而已 那個東西的話呢 在 在 這邊 原來這個是可以拿的 我之前一直以為這個是放在這邊當裝飾而已 你知道嗎 控制面板 然後我們只要再回去 剛才那個 剛才這個機台這邊 把它給他安裝上去就OK了 那裡面的話 基本來講就全部都修完了裡面 有 那你可能想說 DK 那那這一台咧 這一台的話呢 它是壞掉的 所以目前是沒辦法修的 這一台 然後這個好像也是壞掉 所以它 也不用修 反正我們只需要修的東西就是 驗票機啊 跟遊戲機台 這個東西是好的 這個獎品兌換是好的 好啦 那我們接著的話呢 先來看一下這個 收集帽子的小遊戲吧 因為這個收集帽子的小遊戲裡面呢 它其實也是有暗藏一個秘密的 我們正常來講 不是會收集到五頂帽子而已嗎 其實遊戲裡面的話呢 是藏著第六頂帽子的 它藏在一個非常 怎麼講 非常奇怪的地方 一般人正常來講的 是都不會去那邊 探索的 我覺得 應該啦應該 欸欸欸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我們小心一點 我們小心一點 再過來這一側 欸欸欸欸 好等一下等一下 跳起來 OKOK 等等喔等等喔 等等喔 我們等炮彈發射 再來的話呢 要來 畫面的這一側 這裡 往旁邊走 啊 對沒錯 這邊的話呢 竟然還隱藏了一個密道喔 這裡是一個生日派對嘛 好像有那麼一點凌亂 啊 這裡也是這邊 欸 氣球破了 這個破掉是OK的嗎 然後這邊 噢 噢 噢 不 帽子有了 遊戲結束你死了 好這點應該是 吃得到的吧 OK有有有 OKOKOK 有了有了有了 媽呀 為什麼破破蓋要把一頂帽子這樣放過來這邊啊 什麼意思 噢 好五個有了五個有 等一下等一下 好再一個再一個再一個 過來這邊 有第六個 這樣子應該是會解開什麼東西吧這樣子啊 第六頂帽子欸 你贏了 你收集了六頂帽子 噢有了有了有了 解開這音樂了 帽子遊戲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有一個東西是我不確定要不要收集的 就是 我們那個速寫部裡面 不是有三個要收集的那個貼紙嗎 我是不確定那個要不要收集啊 那個 我覺得我們還是有機會的話 給他收集一下 以免真的等一下 玩玩之後才發現說不能解鎖 好先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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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待會先收集那個 驗票機的那個機器的 材料 好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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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一次是不是 我上一次有觸發這個東西嗎 然後後面有個非常奇怪的電話 18000 083 這個是可以打的嗎 我是比較好奇這一點 看一下看一下 18000 083 可以呼叫嗎 歡迎來到弗萊迪費斯熊的那個披薩餐廳 我們本月的披薩是弗萊迪的最愛 黃金知識披薩 這道披薩配有83片知識 還交上了一層融化的 精美異國情調黃油 哈哈哈哈 我們的所有員工都在這個地方 實現其他顧客的披薩夢想 請保持通話 我們稍後能為你完成訂單 啊 一個彩蛋那個啦 一個彩蛋 然後我知道為什麼這邊 我們會觸發那個 Freddy的動畫了啦 因為我們上次的話 有提早去換那個閃光彈 就是那個鞭炮 然後我這次的話還沒 哎呀 尷尬這樣子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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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快走 我們再來的話先來修一下 那個 呃 這個 有 這樣的話都修好全部的那個了 解開那個成就 唉唷 嗨你好 嘿孩子 我注意到你一直在擺弄這些舊機器 我不會建議但是 等等 你都修好了 你在哪裡學到這些技能的 是我爸爸教的 他在修理機器方面真的很有天賦 他還在工廠時 他修復了所有設備 暑假有時候他會偷偷帶我進去 讓我看他工作 哇 我真不知道該說什麼 欸 我放棄這個地方很久了 也許我應該把這裡給收拾一下 喔 傑夫終於要有動作了 我的天啊 謝謝你的努力 歐數的 給 拿這個 什麼東西 不要擔心保值期 喔 哇 謝謝傑夫 這是 75美分的優惠券 至少我能略進 棉包之力 真是划算 披薩優惠券 OKOK 拿到了一個之前沒有拿到的物品 這裡有嗎 好像 沒有 這裡沒有 這裡看不到那個東西 好啦 那我們再來先來換一下那個票 我們把那個 優惠券給他換完 我記得沒錯這個地方是 四次嘛 所以我們 第五張的話 用在那個 過去那個地方 那我們先來換一下那個 先來換一下 老遊戲 OK 然後 再來應該是貼紙 好 有個貼紙 再來下一個的話 就是最後一張貼紙 然後裡面的話 就沒東西了 到目前為止 圖書館好像是 好像是 只有這樣來這個地方一次降而已 感覺是還蠻可惜的啦 也有可能是 待會我們再解開什麼東西之後 會額外來這個地方吧 OK這邊的話 拿那個 霍利的面具跟他換一下 OK 有了鞭炮 欸 欸 欸 喔 這個時段如果來的話 還會額外有另外一個人欸 歐十五的 我幫你在這裡 喔嘿 其實我正要出去 你沒事吧 你看起來不太好 喔 你爸爸來了 現在該說再見了 明天見歐十五的 啊 等等 哇 所以說原本是要玩這個第四頁的 如果你去 你去那個圖書館太晚的話 哇靠 不是吧 我猜應該是 房間的窗戶嗎 呃 不是 那應該就是那個什麼 地下室那邊了 快快快快快 這裡吧 這裡吧 我勾不著 但爸爸肯定不會在那個地方放梯子了 本說的那部電影是 傻奶車 唉唷 這邊算是一個新的體驗欸 我覺得 梯子的話在格樓那邊啊 哎呀 有點麻煩欸 他好像上去樓上了 呃 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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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梯子應該是 啊對對對沒錯沒錯 喔是一架梯子 哇 要這樣啦 有點難欸這樣子 這聲音超吵的 躲起來先躲起來先躲起來先躲起來 他在那個 對對對他在那邊 oh my god 原來這一月還要玩這個拿梯子 如果我們一早就給他換完的話 就完全可以省掉那些過程了 你知道嗎 oh man 這個是 怎麼這麼大聲怎麼這麼大聲 哎呀聽聽牆牆的這個事情好吵喔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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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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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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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OK 前往那個球時 媽媽咪啊 他的那個 夭夭夭移把家裡的那個 門堵起來了 OK走 披薩店 好我們先拿一下那個 老爸那個員工身這邊 有有有有有 然後先進去裡面 把freddeath給他 欸欸欸 沒錯沒錯沒錯 好的 那麼這邊的話呢 我們再來就快速帶過吧 因為我們這個都上次玩過了 好的 第五天了 那我們今天的目標對不對 就是要先來把那個隱藏小遊戲給他完成 然後再來老爸的物品我們先去確定一下 1 2 3 4 5 OK有了有了有了 再來的話就差那個小女孩那樣照片而已 好 我們首先的話對不對 我們首先的話先去看球池那邊 因為我們在昨天晚上是直接去找傑夫 然後直接跳過那一段寶財 可能這邊是會觸發一些額外的劇情我覺得 進去球池這邊 什麼 為什麼鎖這 傑夫偏偏在這個時候鎖門 我得找到他 好 好 就這樣而已 他這物體是會變成尋找傑夫啊 啊 啊 我覺得 我覺得 欸喲 蛤 所以我們進去一出來有機會會被這個嚇 oh my god 我剛才想說我只是出來看一下這邊有沒有東西而已 然後就 被嚇了 好啦 那我們一樣先跟傑夫拿個鑰匙 然後去一下那個 那個現實那邊 不是現實 不是現實 是過去那邊啊 講錯講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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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這個地方超級難的 在一開始我們還要跟他玩催促戰 然後躲的地方又很少 從裡面追回來真的是不常見啊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首先解開第一個隱藏小遊戲吧 好的他要走了 OK 那我們再來的話先去 對換那個小遊戲 來這裡換一下 欸 我們不用再換那個票了喔 直接解鎖喔 是因為我們上次有玩到的關係嗎 還怎樣 我們上一次有去過 另外一側嗎 我們上一次的話 欸沒有 我們上次沒來這邊 這邊有一個 那個 很像保安監視器的東西 有那個風扇啊 然後監視畫面 好像就 這樣子 沒了 有 我們獎品 6顆氣球換一隻 機械狗狗吧 不懂什麼意思啊 我們可能是在過這個生日 然後被這個 機械狗給他咬成這個樣子了吧 再來的話我們要跟這個機械 互動個不知道幾遍 怎麼有一天我沒解開那個小遊戲呢 欸 吃糖成癮 喔那個好像不是解開小遊戲的那個 好像是要再多次一點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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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玩過你知道嗎 呵呵呵 先躲起來先躲起來 他來了 OKOK等他進去 等他進去 OKOKOK那我們繼續 欸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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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真的有一個小遊戲喔 然後這個是誰 這什麼意思 我們要喝掉五杯飲料 喝五杯飲料是不是有點太嗨了 應該是五杯水吧 做得好 怎麼又重新再來了 他的眼睛是綠色 會不會跟裡面的某個角色有關啊 整個系列裡面啊 嗯 OK要吃五個杯子蛋糕 小心 糖分會不會過高 有押韻 這什麼 吃掉五個蜘蛛網嗎 做得好 完了 欸還要 到底這還要幾次 這什麼 愛心裡面插了一把劍 做得好 要吃掉五個這個 女巫的大鍋 聽起來就好飽 還有欸 是要吃多少東西 這什麼 這個是 戴著巴尼帽子的東西嗎 還什麼 我看不太出來 我們哭了 What The Hell 好他現在在裡面 然後然後現在的話呢 這地方有個非常奇怪的音樂 不知道是不是我玩完了那個小遊戲的關係還怎麼樣 反正目前的話 那個 Spring Barney 是在 裡面 還是說我們先跑到外面去 然後把他引開 這樣過去好像也 啊 好 然後進來 再來先到那個 再來先到那個裡面 到 喔是這邊 好他目前應該是過去那一側 所以我們 這邊應該是 安全的 呃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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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啊 快點快點 嗯嗯嗯 嚇死我 差一點點要輸了 媽呀 有 再來這邊也是差不多吧 對對對 沒錯沒錯 有了有了有了 和那個糖果機器互動 十次 他進來了嗎 好這裡有那個照片 這裡有照片 有 我們再來這樣的話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啊 不是吧這邊也要那個 這邊也要那個 喔 no 喔唷 躲過 快快快快快快快 欸 我這樣還要從事那個小遊戲嗎 喔喔喔好像是不用的吧這樣子 OKOKOK這樣應該OK 有有有 為什麼這個會影響到遊戲的聲音啊 那麼在我們玩到這個地方之後呢 還要再玩最後一個小遊戲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要用那個什麼 電話call給媽媽 OK 那我們先找一下那個聯絡人 呃 他那個字好像有那麼一點奇怪 OK 3 然後選擇 欸 有喔 你看 有 啊? 這個是 這個我怎麼記得是小說裡面另外一個故事的那個baby啊 我記得故事好像是裡面有一個女生想要變得更漂亮嗎 我印象中好像是這樣吧 然後 跟這個baby好像也有關係的一個故事 我記得 我們好像是要幫這個把他裝回去那一邊 OK OK 我不知道他這個小遊戲是不是在暗示他那個故事 我不知道 有喔 呦 應該反過來吧 啊對對對 沒錯沒錯 我記得好像是他給了他一條什麼項鍊吧 我印象中 然後他就開始 噢噢噢對對對 項鍊項鍊 好像是項鍊沒錯 給他那個項鍊 好 原本是真的有變漂亮沒錯 然後後來就 後來就發生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OKOK 來吧 看一下 那裡邊屬鈍 喔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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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有有有有 哇塞 真的等下說一下 它在橡樹上真的是超級厲害的 那個精緻度 那個細緻度那種感覺 好 這邊好像 也都一樣吧 什麼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邊好像 對對對 都一樣 然後 這裡也都一樣 不會吧 該不會又是兩星結局 你沒惹麻煩 你是個好孩子 而且是個非常好的孩子 這個 我們上次沒看到欸 孩子們總是會犯錯 你就應該是這樣的 這才是你學習的方式 我才是那個不應該犯錯的人 但如果你認為跳進那個髒細細的救球池 是我唯一引起你注意的方式 那顯然是我錯了 喔 爸爸對不起你 我一直不在你身邊 喔子 我是時候該做出一些改變了 這樣吧 我們回家 幫你擦乾淨 然後為了懷舊 再看一次恐龍巨獸大戰 機械巨... 機械恐龍巨獸怎麼樣 可以嗎 成交 不一樣的結局欸 喔唷 Oh my god 街大歡喜 順便說一句 我可能被學校停學了 什麼 哈哈哈哈 欸 這裡會復生機喔 這邊你看 Jeff也做出了改變你看這邊 唉唷 Family Fun Night 家庭歡樂夜 Let's go 這邊應該就是三星了 這邊應該就是三星了 這裡原本有這個照片嗎 我記得好像 前幾個Credit是沒有這些照片 你看 Thanks for playing See you See you 應該是指英文裡面的 See you吧 這個我們上次解開了嘛 這上次解鎖過了 我們再來的話 來看一下這個什麼 額外內容裡面有什麼東西吧 機械人偶 奇遇卡 好懷念這種設定喔 Bonnie Freddy 你是誰 好像就降美了嗎 按下Enter可以打開那個 突發驚嚇 奇遇卡有嗎 喔喔 他是那個啦 他是那個過場動畫 OK 那麼再來的話是 小遊戲 欸 小遊戲 就是直接來到機台這個地方啦 這邊 再來是物品欄 這個應該是我們在遊戲裡面 可以收集的東西 好像還有一些些沒有完全全部收集到 對看起來這樣 剩下好像差不多 四個還五個東西 然後這個是Jumpscare 通風口 好像 都有嘛 這個監視器 遊戲結束 就這樣 OK 再來的話這個是 換遊戲裡面的一些 呃 就是 如果你覺得他在追你的時候 你想要換得更歡樂的音樂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換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 我們就不特別去看他好不好 這地方我們就不特別看了 再來歌曲列表 旁邊有那個 music man DJ music man 欸 又好久不見 有這麼多音樂嗎 有這麼多音樂 好的各位 那麼以上的話呢 就是這整個FNAF陷入球池這個系列啦 那麼遊戲整體的話呢 我自己個人認為 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遊戲的劇情啊 遊戲的帶入感 遊戲的那個難度 真的都做得非常的好 只是我覺得有一個小缺點就是 我覺得你們應該都知道我要講什麼缺點啦 嘿對 沒錯就是那個字幕 雖然說我知道官方這樣做的目的 是為了讓遊戲裡面的那個字幕框不要擋到遊戲太多 但我自己看一下那個字幕框 裡面那個字如果稍微再變大一點的話呢 基本來講也是不會長到畫面太多東西的 因為我看目前遊戲裡面那個文字 最多最多好像就兩行左右吧 所以我覺得再稍微放大一點的話 應該是沒什麼差啊 我是比較好奇他現在能設定那個字幕了嗎 點設定這個地方嗎 你看這邊有那個什麼解析度啊 然後解析度的話這裡沒有 然後文本這邊的話 照理來講應該會在文本這一側才對 你可能想說這個圖表大小是不是跟字幕有關 呃並沒有 我們在第一集的時候就調過他了 他就是我們玩家在互動的時候呢 他上面不是會有一個什麼放大進來 又或者是一些小圖表之類的 他這個的話呢是改變那個大小而已 跟字幕沒有關係 那麼其他設置裡面的話呢 只有這個速通計時器而已 這好像跟這個字幕也沒關係嘛 那音頻的部分沒有喔 輸入的話這邊都是按鍵設定 輔助功能的話這邊有個什麼提示率啊 然後音頻可視化 奔跑模式 躲藏小遊戲 這些的話呢也跟這個字幕沒有關係 所以我真的覺得他需要一個可以設定字幕的一個地方 我自己覺得 那麼再來就是遊戲整體的話呢 滿分十分我會給他差不多 9.5分左右 那0.5分的話呢應該就不用我多說吧 哈哈哈哈 好的各位那麼以上的話呢就是這個系列啦 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麼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的話呢 那也不妨可以幫今天這部影片按個like和訂閱吧 好的各位那我是EK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Peace喔 我們下機關的影片 我們下班 row pleasure 下一位 我們下班 有請 跟我們下班 來下班 喊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